大家好 我们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跟同学们一起来交流这样一个内容 我们这门课名称叫做理解人类传播 这门课的核心在讲授传播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给大家来解释一个传播学 人类是现在处在一个传播的社会或者叫信息的社会 我们已经经历了工业化时代以后进入一个后工业时代 后工业时代最大的一个或者最明显的一个标志 就是人类是以信息作为最主要的一个生产力的要素 也是以信息的传播作为最主要的一个活动行为 或者叫人的行为 所以其实传播学是立足在这样一个认识之上的 所以今天对我们今天来说 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量的感受到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逐步的给大家解释一下 到底传播学它是干什么的 它是研究人的传播行为如何进行 人的这种传播行为会对社会 会对自身 会对文化 会对政治 会对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先举一个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小的例子 所有同学人人手里都会有手机 我相信很多同学手里还会有Pad 笔记本更可能是常用的东西 就是电脑笔记本 那么所以对于在座同学来说 我相信你们今天获取外界信息的最主要的渠道 你们说说是什么 网络 你们娱乐 比方说你听音乐 或者看电视剧 或者各种其他的娱乐方式 最主要的是什么 也是网络 所以还有一个 你跟你的亲戚朋友沟通 同学之间沟通 除了面对面之外 还有什么 大量的是手机 所以你们看到 其实你们日常生活当中 每个人已经离不开 我们通常所说的这种媒体 或者叫载体 或者叫信息的中介物 不管手机 不管互联网 还是你所用的电脑 当然互联网可以在电脑上实现 可以在pad上实现 可以在手机上实现 所有这些载体 已经深入到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细部 所以你的信息获取 你的娱乐 人际沟通 都是离不开传媒的 都是离不开媒体的 也是离不开传播这样一个行为的 所以其实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 传播影响到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那么传播学 其实也是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 只是我们 你不了解它的时候 你不知道这个学科是要做什么的 所以我们这门课 基本上要一共分为 实讲来跟大家来做这个解读 到底传播学怎么回事 那么我们第一讲 是来讲讲传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传播学是研究什么的 然后随后面的几讲 比方说我们会涉及到信息 涉及到符号 涉及到传播者 涉及到传播的过程 涉及到传播的媒体 还有传播的效果 对吧 里面我们都会涉及到 到底我们今天怎么看新媒体 我们到底今天来看 如何来看电视 对人的社会生活的影响 互联网对人的社会生活的影响 比方说你看暴力片 看太多了以后 你会不会有暴力倾向更突出 对不对 比方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看到的这个娱乐色彩 过多的内容以后 人是不是变得非常的碎片化 你的认知是不是变得非常的 容易变得非常的低俗化 等等 所以这些呢 其实都是在传播学里面 大家经常拷问的一些问题 好 我们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进入这个正式内容的讲解 我们先来看 第一讲 什么叫传播学 或者叫传播 作为一门学问 我们怎么来了解它和理解它 其实我刚才讲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社会和信息时代 这个信息传播是非常有规律的 而且信息传播是非常讲策略 非常讲技巧 而且要关注它的效果的 所以人们越来越多的就去关注 到底传播的规律在哪 这种传播 什么样的传播叫好 好了以后 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正面和积极的效应 什么样的传播 可能不是不尽如人意 它可能最后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的和消极的作用 所以这些呢 都是这个学科日益关注的 我们在第一讲里面 传播作为一门学问这一讲里面 我们会讲三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这个投影 第一个问题就是讲讲 什么是传播学 第二个呢 传播学它到底是怎么起步的 在座的各位都知道传播学不是中国发源的 那么中国发源的是中医 我们像这样的一些传播学在中国没有发生 为什么没有发生 那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没有到那个阶段 还没到那个阶段的时候 别的国家已经到了那个阶段 那个学科就在社会发展到那个阶段的国家所产生 那么第三个问题我们要讲一讲的就是传播学形成一门学科的话 它不是简单的最后一个简单的历史发展的过程 它经过了相当多的学者大量的贡献 这个学术的大树 这个学科的大树是靠很多学者共同滋养它 然后才让它生长起来的 所以我们围绕三个问题来讲 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什么叫做传播学 或者传播学是干什么的 那么我们在讲这个传播学之前 我们想前面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一些 人类社会这种传播的现象 那么我们现在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么你每一个人日常社会生活当中那种传播行为是随时随地的 我想在这我可以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你最近看的什么电影比较好 如果你看了这个比较好的电影 你想推荐给你的同学的话 你怎么给他推荐 哪位同学说说 最近看的比较好的电视剧就是 甄嬛传 这个也普遍受到欢迎 然后我主要是通过微博 然后和一些同学的讨论 然后就对这个越来越感兴趣 然后越来越想看 如果没有看过人 你怎么向他推荐 我会发信息给他 发微博给他 然后当我感觉这个人平日生活比较紧张的时候 我也会推荐给他 然后当我觉得 我觉得这部电视剧对提高人的情商会有点帮助 然后我会看每个人的情况 然后我会推荐给他 好 你看 其实刚才这位同学的回答 你已经发现他里面是讲究传播技巧 首先讲究传播渠道 他会在微博 这是一个渠道 手机 短信 或者打电话 或者可能还有别的渠道 第二个非常讲究传播的 多少还是要讲究传播的技巧 比方说他特别强调 如果这个人很忙的时候我要给他讲 而且他会讲 这个东西可能对人的情商提升 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其实是他在经信息传播的时候 是讲究自己信息的一种方式 讲究一种信息的内容的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 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切行为 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传播 那么我有时候讲课的时候 我就会说 你工作状态肯定是传播 学习状态是传播 生活状态是传播 乃至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都是传播 那有个同学会说 没有 我睡觉的时候 我可安静了 我没有传播 我要跟你讲 你从来不做梦吗 梦也是一种信息的传播 只是自我跟自我的一种沟通 潜意识跟自我意识的一种交流 所以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存在的这种传播是大量的 你让我再举一个例子 在座的同学都知道 最近这半年多 一年多 大众传播里面经常关注的 就食品安全 非常关注食品安全 不管对牛奶的食品安全 还是对其他食物的食品安全 那么其实你就会发现 这个媒体报道食品安全 最后给这个社会带来的 一个影响体现在哪 大量的报道食品安全以后 就会给这个社会带来 什么样的影响 不管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那位同学说说 我认为一个就是造成一种 社会上的一种恐慌 大家都担心自己吃的东西 会不会有问题 另一个方面就是引起 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关注 比如说像那个什么 三路的那个三聚氢安的事件 就把这个企业的一些 不好的行为曝光出来 这样指引消费者的 一个消费行为 对 其实你看他就把两面都说了 就把一个食品安全的一个报道 最后可能给这个社会上 产生的一个效应就讲了 一个方面正效应 是让大家知道了黑幕 对吧 其实新闻媒体 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和职责 就是把社会当中的 不良的东西反映出来 引起社会的关注 这个就叫舆论监督 但是任何事物 你们也都知道 其实也是多面体的 你过于大量的集中 报道一些事件以后 社会上必然会产生恐慌 比方说除了食品安全之外 还有抢盐 你们知道吧 应该是去年的日本大地震 带来的这个抢盐的事情 在乃至再推 应该说将近 应该说十年前 2003年 大家还有印象的这个SARS SARS到了后期 所有的媒体 大量的关注它的 以后你们就会发现 其实对这个社会带来影响 还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大家没人了 餐馆里没有人了 商场里也没有人了 那么为什么 因为大家更多的时候都避免这个公共场合的更多的接触 所以其实是带来了一种恐慌 包括禽流感 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日常生活当中 你看刚才讲的是个人行为 你怎么向你同学去推荐 或者你的亲戚朋友去推荐一个信息 传达一个信息 我们再一个 我们会看到这种大众传播的行为的时候 其实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 是全面的 是整体的 所以这些都是传播 我下面再给大家看两个图片 这个图片我相信同学们还深有印象 你们看到这幅图片的时候 你们都记得是在我们 这个中国北京奥运会的这一次 这个开幕式上的一些演出 这个是残奥会 我记得好像是残奥会的开幕式 还是闭幕式上的一幅图片 那么我们其实看了这些图片以后 你们也都知道 整个奥运会也是一个重要的传播的载体 是不是这样的 你通过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 你可以理解 它的整个的主办者要表达的意图 那要表达的意图 他就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手段 来传达他要表达的一种信息 其实我们要想知道的 我们想了解的 我们还有一个期待的 就是你们会看 今年的奥运会 如果在伦敦举办的话 他的主办方 通过他的开幕式 闭幕式以及一切活动 所传达出来的信息 肯定跟我们中国要表达的含义 是不一样的 你们还有印象 其实张艺谋主导的 我们自己的奥运会的开幕式 他给你传达的信息 是什么样的信息 历史 就是中国那些古董 包括活字 包括这些东西 他要传达的是一个悠久的历史 一个灿烂的文化 对吧 当然他后面还有什么辉煌的线带 什么的那些 所以其实每一个传播者 他都是要在自己的信息沟通的环节和过程之中 想尽一切手段和利用一切办法 要把这些信息都传播出去 所以我们刚才讲 你看你的日常生活 你的日常面对的所有的大众传播媒体 其实你都是在跟外界不断地进行各种形态的 各种层次和各种方式的这种沟通 所以我刚才说了 实际上人类社会的传播行为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日常行为 这个恰恰就是我们后面要跟大家讲的 你像芝加哥学派里面提到的很多的观点 也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观点 人类日常交往的行为 其实就是构成了整个一个社会的基本元素 对吧 你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沟通是形成人际关系的基础 没有这个人际关系构不成社会 所以它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传播学要干什么呢 我们传播学就是研究这种传播的 不管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 同学像你的亲戚朋友推荐电视剧 还是你日常看到的电影 看到的各种活动 看到的任何的这种信息交往的行为 其实都是我们要研究的对象 那么传播学 其实要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解释的话 传播学就是研究传播的学问 但是那什么是传播呢 传播就是一个信息的交流和流通 就是一个信息的交流和流通 今天在座同学坐到我这儿 然后你们听我去讲课 也是一种信息的沟通 你自己在思考老师讲那些问题 也是一种信息的沟通 那是一个自我的交流 所以其实传播学它要研究的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日常交往 就是这样的一种交往的行为 那么就像我们在这儿看到的几幅小的图画一样的 对吧 讲课是一种沟通 是一种信息传播 那么你们会看到 我们中间选了一个小蜜蜂 对吧 蜜蜂和蜜蜂之间也会有信息沟通的 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传播学研究的 我们传播学不去研究它 只是我们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 人的这种行为大量的存在 这种我们一举一动 都是一个信息沟通的一种方式 而且应该这么说 传播学尽管历史不长 尽管应该说传播学到现在 也就将近一百年的历史 如果形成一个学科 到现在也就将近一百年的历史 但其实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尖断过 对传播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通常称为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 社会动物的构成要素 就是靠日常交往形成 就我刚才讲的 靠日常交往形成 所以其实从人类社会的早期 我们看早期的思想家 其实都已经开始关注这种 传播的现象 传播的问题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形成学科 你像我在这我说的 像荀子他说的这段话 还是比较有道理的 就是人登高而招 并不是说你的手加长了 但是你的眼界可以开拓 因为你借助了一个载体 对吧 包括你顺风而呼 并不是说你的声音可以加快 或者声音变得更大 但是听到的人可以更多 是因为你又借助了一个载体 因为它的信息是这样传播出去 借助一个载体才出去的 东方社会是这样 早在西方社会的时候也是这样 那么西方社会里面 你像亚里士多德 像百拉图这些人 早就开始关注它 那么我们也都知道 其实早期的时候 亚里士多德 人类社会早期的时候 亚里士多德曾经写过一本书 专门研究修辞学 对吧 那么其实修辞学 当时他提出了 亚里士多德提出一个观点 就是这个研究修辞 最主要的关注修辞的主体 修辞的这个 修辞主体是人 以及修辞主体要说出来这个话 以及修辞要面对的这个对象 就是你这个接受者 就我们通常所说的传者 内容和接受者 这三者之间的要素 其实在亚里士多德那个年代 就已经开始 逐步的开始关注 所以这是人类社会比较早的 这种研究 这个我们就不多说 但真正 作为一个学科 形成传播学的 这样一个学科的话 历史没有那么长 在一九一几年到一九二几年的时候 开始有些学者关注 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去关注传播 我们现在都叫传播学 因为经历了几十年的历史以后 他已经形成了一门传播学这个学科 但实话是说 早期的学者关注他 都是分别从其他学科去关注的 就像我们在投影上给大家看到的 早期更多的学者是政治学家 社会学家 心理学家 乃至还有一些研究语言的 就像延续了亚里士多德 这个思路脉络下来的 研究语言 研究修辞的一些学者 去研究传播的 所以这个学科呢 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出现的 它的时间是上一个世纪的 二十年代左右 而且它诞生的国家呢 也是在美国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 因为中国在上个世纪的 初业的时候 它仍然是一个前工业社会 我们通常所说的 或者叫农业社会 是一个前工业社会 这个传播学的兴起 是要大大的有赖于 社会形态的进步 还有传播媒介形态的进步的 所以下面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传播学没有诞生在中国 为什么诞生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 那么它的背景 它的一个大的社会背景是在哪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学科之所以能在 美国这个社会产生 它既没有在中国 也没有在日本 也没有在欧洲兴起 这个主要跟美国这个社会 经历了工业化以后的 一个迅速发展 从一个世界的二流国家 迅速的慢慢转成一个世界的强国 不管政治强国还是经济强国上 这个过程之中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所以传播学的兴起 必然是跟一个社会的进程 媒介的进程 经济形态的进程 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想多说一句的 就是同学们要注意 其实传播不是仅仅关注信息沟通本身 更多的是关注这种信息沟通 到底跟这个社会的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有什么样的关系 你比方我先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新媒体出现以后 互联网出现以后 在座的各位 你们是互联网的一代 如果说我们是电视一代的话 你们是互联网的一代 那么互联网出来以后 很多人就非常关注一个话题 就是互联网到底对一个社会的民主进程 有没有影响力 对吧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热门的话题 好 再一个互联网出来以后 很多人都开始关注互联网的一种经济形态 人们管它叫知识经济形态 对吧 你们经常会用到的社会网络 就是我们通常都知道的 SNS 中国最热的应该是什么 人人网 国外你像Facebook 像YouTube这些社交网站 但实际上这些网站发展得非常快 Facebook也上市了 但是大家会发觉 Facebook并不赚钱 对吧 上市以后的股票仍然在下降 为什么 因为这种新的经济形态 它目前为止并没有找到很好的赚钱的渠道和模式 就用一个专业词语来讲 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经营模式 或者叫营收模式 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什么 我举前面这两个例子 就是要给我们一个概念 就是信息传播本身不是它自身 信息传播和载体和媒体本身 永远都跟社会的政治 经济 文化和社会密切关联的 所以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下 在美国才产生了传播学这样一门学科 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传播学科产生的一个背景 传播学之所以在美国产生第一个最重要的背景 主要是政治背景 所以由此可见 也想跟同学们说一句 传播学学科本身它是一个科学 但是传播学的应用者 总是会把它应用到意识形态下去的 也是会把它应用到一种一个阶级形态下去的 或者也会把它应用到左中右去的 所以这就相当于武器 武器本身是中立的 用者是用来杀人 还是用来保护正义 这个目的是不一样的 手段也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传播学产生它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背景在哪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兴起以后 那么大家都知道的 在那个时代任何一场战争 我们经常说的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这个粮草不仅是指物质 也是指精神 因为士兵打仗没有士气是不行的 这是其一 其二打仗不做对敌宣传和对我宣传也是不行的 对吧 对敌宣传要瓦解别人 对我宣传要鼓舞自己的士气 所以在一战的时候 已经有一些在战场上的这种宣传 鼓动这种尝试 所以后来有些学者 比方像拉斯威尔这些学者 就非常有意识地专门关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这些国家他们到底怎么搞宣传的 怎么鼓舞我自己士兵的士气 怎么瓦解他对方士气 所以这些政治学家 像拉斯威尔这些政治学家就已经开始了 那么他的这个研究成果在一战结束以后出版 最后就引起了很多人的 对这个问题的好奇和关心 政治学家 心理学家 都对这些问题关心 那么随后没有过多少年 到了三十年代的时候又开始打起了二战 二战开始以后 这种就从实践转化成学术的研究 最后又返回到了实践 所以你们经常听到在二战期间 有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些宣传的案例 对吧 比方说我们举一个小小的例子的 就是美国在整个二战期间 做了很多这种战前鼓动和战时鼓动 著名的总统罗斯福的炉鞭谈话 对吧 这个说起来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次 以政治家的身份出现 来鼓舞大家的一次讲话 或者说一次媒体的动员 因为经济在萧条 对吧 其实经济萧条和下滑 其实是影响整个社会的状态环境的 包括美国在二战期间 做了一系列的海报宣传 其中非常有名的 一直到现在都是美国有名的两个形象 男士的形象 是那个要求你去参军的 美国需要你 他是拿手指头指着 这个所有的这个画面以外的人 那幅海报 还有一个女性的非常有名的形象 也相当于他那个时代的道德模范和劳动模范 就是那个毛公Rosie 就是那个胳膊非常强壮的那么一个女性 也是为了丈夫上了前线 然后自己去主动到工厂里面去工作 所以整个在二战期间 大量的这种政治宣传 已经被非常大规模的去应用了 因为通过一战的实践 到一战结束以后的研究 很多人已经把这种研究的实践和案例 再拿到二战里面去应用 那么包括在二战期间还有一些学者 比方像实验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 他们做的这种研究 都是在那个时代 对整个这个学科的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当然二战结束以后 其实二战之前和二战结束以后 这个美国的这个所有的政治生活当中 大众传媒的作用已经非同小可了 你已经完全摆脱不了大众传播对它的影响 所以在这我们可以给大家举一个 这个大众传播媒体 跟美国总统之间的一种关系 我们说到媒体的时候 必然会提到使用媒体的人 这个媒体使用的对象不一样 使用者不一样 它产生的效果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你不然像美国总 美国政治生活当中 其实对媒体的使用 一直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的 所有的政治家非常关注媒体的作用 其实这个不要说美国了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家 在革命的时候都是非常关注媒体的作用的 发动的作用 社会动员的作用 你像早期美国的总统杰弗逊 对吧 除了有演讲 要利用他的图书 要利用当时的报刊 做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宣传 那我们再往后看 罗斯福的卢边谈话 那个年代因为只有广播 除了在老媒体报纸上之外 当时的新媒体只有广播 所以只好利用广播电台 向更多的受众去进行传播 然后到了六十年代的时候 开始出现 历史章称之为电视总统的一个人 肯尼迪也是美国当时 最年轻的一位总统之一 那么他是非常善于在电视这样一个媒体 来做自己的政治纲理的宣传和推广的 那么当然最新的 最时髦的 最流行的 最会驾驭当代媒体的那就是现任的总统奥巴马 对吧 人们称之为是互联网总统 你们也都知道 他是美国第一个在当总统竞选的时候 大量应用互联网的 并且也是当了总统以后 第一位保留手机使用的这么一个总统 而且还专门有自己的团队 去打理自己的这些什么微博 这些所有的资讯和信息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在政治生活当中 政治家永远都离不开媒体的支持 那么政治家也永远都离不开对媒体的驾驭和使用 所以我们会看到 其实在政治生活当中 离开了媒体 这个政治就不可能成为大众行为 离开了媒体 政治纲领就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动和动员的一个基本的力量 这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 很多政治学家 你像我刚才说的 拉斯维尔 还有一些实验心理学家 你像霍弗兰 就开始做这个传播的这种研究 这个是当时美国在 是在这样一个政治环境和背景下 传播学之所以在美国产生的这样一个 大的一个政治环境和背景 当然随后一直到现代 一直到现代社会 越来越多的国家 越来越多的政党 也都意识到了这种媒体的重要性 其实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 政党对媒体的使用也是非常大量的 对吧 除了人民日报央视 除了我们对内宣传以外 我们现在也越来越来越 非常关注利用我们自己的媒体 向走出去对外传播 所以这种政治生活当中的媒体的作用 我们是随处可以看到的 好 这是传播学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背景 那么当时就吸引了大批学者 从政治学 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关注他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也是一个客观的原因 就是一个经济背景 在座的同学们 我相信你们可能也都知道 美国这样一个社会 它的传媒体制跟中国不一样 那么美国这个社会里面 它90%以上 甚至可以说95%以上的媒体 都是私营媒体 私营媒体就很简单了 私营媒体你是企业 你既然是企业 你就要干什么 你要去盈利 你要去赚钱 那你盈利和赚钱 媒体的盈利从哪来呢 它的渠道 它的资金渠道从哪来 就要做广告 对吧 那么你要想保持一个 很好的营收的话 你就必须要吸引广告客户 可是你要吸引广告客户 广告客户要看中的是什么 是报纸的发行量 要大 对吧 广播电台要收听率高 电视台要收视率高 这样的话就意味着 你的媒体影响面大 你的影响面大的话 我才到你这做广告 所以这样的一种 利益链条的关系形成以后 在美国这样一个 以私营为主的媒体体制下 所以它就必须要关注 我要追求利润 我就必须要关注我 发行量能不能上去 我的收听率能不能上去 收视率能不能上去 收听收视发行 又取决于什么 又取决于你的内容 对吧 你内容必须要大众化 必须要吸引力 必须要有卖点 必须要能把人都聚拢到 你这个媒体的旗下 对吧 所以呢 这就迫使得当时 所有的媒体就非常关注 自己的传播的内容和效果 对吧 我们刚才讲的所有的 这个利润都是来自于 效果的大于小的 跟它成正比的 所以所有的媒体就开始 要关注我自己的传播效果 到底出去会怎么样 我自己的这篇 这个电视片 我这个电影 或者我这个广播 或者我这个报纸 发行出去以后 如何才能让它的影响扩大 对吧 所以它就要关注 这样的一些行为 那么从大众传播自身来说 他们就要去研究 我自己的传播效果怎么样 所以从20年代开始 特别到了30年代以后 就已经开始 像好莱坞 有很多人就开始 美国的一些社会机构 好莱坞 很多人就开始关注 电影 一部电影拍出去以后 可能会对人产生 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吧 一边我们再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其实美国的这个广播 你们都听过美国的肥皂剧 美国我们经常看到的一般那种 定期播出 时常固定 情节相对比较简单那种剧 都叫肥皂剧 一般都是比较冗长的 一波几十级 甚至上百级 最严重的 最极端的例子 可以发生在拉丁美中 一部肥皂剧可以播一千多集 可以播十年以上 这样的 那么这样的这个肥皂剧 它为什么叫肥皂剧 因为最早期这个剧种的出现 是由肥皂生产商赞助的 那肥皂生产商 为什么赞助这个剧呢 是因为看中了这个剧 对于家庭主妇的吸引力 因为家庭主妇 是最主要的肥皂使用者 所以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就关联起来了 观众受众是家庭主妇 他们喜欢看电视台的 这样的形态的剧 而这个销售商 肥皂销售 最主要是给家庭主妇的 所以他必须要找 家庭主妇最喜欢的产品 让那个电视剧 去承载我的广告宣传 这样三者之间的 经济利益的关系就形成 所以其实大众传播媒体 那个时代就逼迫着自己 市场压力逼迫着自己 必须要关注人家老百姓 看什么呀 他喜欢听什么呀 那广告商他当然更关心这个了 哪个节目好看 哪个报纸发行量更大 这个节目出去是给谁看的 他都要去关注 所以这就迫使得 整个媒介研究行业的诞生 所以你们就听说过了 在美国市场调查就开始起步 你们经常听到的 有盖洛普公司 对吧 那都是上一个世纪早先成立的 是因这个需求而诞生的 这样一批研究公司 所以媒介研究公司 他要关注什么 媒体的收听率 收视率 要研究广告的到达率 这些 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其实也就是从经济的这个角度 或者从经济学的角度 更多的是关注媒体的市场行为 它的运行方式 它最后的结果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其实也恰恰给我们一个提醒 就是媒体本身 其实它的确是可以作为一个产业的 那作为一个产业的话 它可以扩大它自己的一种效应的话 它就必须要关注自己的传播能力 传播技巧 传播方式和传播的效果 所以我们说 所以我们说这个传播学的兴起 其实它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是这样一个因素 就是从经济的角度 去要关注你的传播效果 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 它的第二个 产生传播学 传播学产生的第二个方面的一个背景 第三个方面的背景 我想再也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是因为传播越来越深入社会生活 越来越深入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现在 所以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 大家已经发现了 这个传播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非常大 你比方说我先举一个例子 当时有一个广播剧 叫火星人入侵地球 这个广播剧 其实在广播的过程当中 不断地在向听众在解释 这是一个广播剧 它是一个科幻的广播剧 但是听众听的时候 因为大概节目做得太好了 或者这个剧做得太逼真了 所以很多听众听到以后信以为真 甚至有的听众会给消防队打电话 说我在我们家阳台上看到火星人了 有的人哪地方还要火星人还要点火 诸如此类的 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到当时一个小小的广播剧 或者一次简单的广播剧 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社会效应 所以也就开始引起一些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关注 所以我们会发现 其实大众传播对这个社会生活的干预 它的正面性 它的负面性日益凸显 尤其它的负面性日益凸显 你比方说 我再举一个例子的 我们会看到 我们在座各位 如果了解美国报纸的发展历史的话 你们都听说过 美国报纸有一段时间 叫黄色报业新闻时代 但在黄色报业新闻时代之前 叫什么新闻时代 叫政党报刊时期 所以我先从这说起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 报刊都是先从政党报刊时期起步的 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新闻历史 我们早期的报纸全部都是政党报 全部都是政党报 我们自己办的报纸 所以从政党报日益世俗化以后 它就进入到一个 在美国这个社会就进入到一个黄色报刊时期 什么叫黄色报刊呢 黄色新闻呢 我们来看看 当时这个黄色新闻产生一个社会的这种 对社会后续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那么黄色新闻里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个人物 一个就是这个赫斯特 这个一个就是普利策 这个其实它存在一个历史的转折 传媒业越来越从政治为主导 在美国越来越走向了一个市场为主导 走向一个市场为主导以后呢 政治为主导它只考虑它的政治效应 走向市场为主导以后 它考虑它的经济效应 经济效应带来正面经济收入的同时 它肯定也会带来它的负面的社会影响 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什么 报纸发展到赫斯特那个时代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道听途说都会成为新闻 我今天坐在家里面说 听说那个地方有人要跳楼 听说这个地方有人已经杀人 马上我就写成新闻 马上就写成新闻 所以最后就会产生 最后大家发现这种道听途说的 特别是那种所谓的耸人听闻的 犯罪性的新闻 耸人听闻性的新闻 或者奇闻意识性的新闻 非常有发行量 对于报业老板来说 他有收入 对于广告主来说 他有了用户 所以他非常的高兴 所以那个时代就大量的这种 报纸就开始出现了 我们通常所说的小报化的趋势 用英文来说 就是那种叫Tabloid 越来越小报化 那么越来越市场化 当然后面还有人 管这个时代的报纸 叫辩识报时代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发行量 靠着这种耸人听闻的新闻 发行量迅速扩大 迅速扩大以后 报纸的单本成本就在下降 对吧 原来一份报纸要卖五毛钱 现在一毛钱就够了 对吧 所以呢 这样就进入到了一个 报纸开始走大众化的时代 报纸也开始走市场化的时代 但是同时也 报纸开始出现一个什么 出现了一个叫 报纸进入到了一个 黄色新闻的一个时代 所以当时两家报纸 打架打的最 两个报系打架打的最厉害 就赫斯特报系和普利策这个报系 打的是最厉害的 所以我们就会 为什么打呢 是要考征市场 去获取这个市场的占有份额 其实这是早期的 我想在这 我想延伸讲两句 传媒也其实对社会的 正负面的影响 刚才我们问到 那个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 已经是这样的 我再想延伸再问一个问题 延伸到当代 互联网出现 现在在座同学 人人都离不开互联网 互联网难道都是正面的吗 或者说对一个社会的影响 难道都是正面的吗 对 互联网出来以后 尤其社交网站 尤其微博出现 因为它微博的便捷性 快捷性是比不了的 广泛性比不了 所有其他媒体都比不了 但是所有的这些新媒体 特别是社交网站 特别是这种所谓的微博 最新形态的这种 微博出来以后 你们就会发现 其实黄色报刊时期的 有些东西 好像在这个现实代 是一种在线 是不是 有没有发现 第一个特点什么 谣言特别容易产生 第二个 道听途说 到处都是 对吧 说风是语的 到处也都是 听风是语 第三 再往下 还有就是什么 还有就是这个 耸人听闻很多 对吧 这样的话引起 过去叫发行量 现在叫关注度 对不对 所以其实 我们会发现 媒体这个传 媒体整个的一个 发展的过程和规律 有很多这个东西 很多现象 很多过程 有它一个历史的规律 在里面 甚至某种因素来讲 有它历史的重复性 你把我再举一个例子 大众传媒媒体这个时代 在黄色新闻的时代 还有一个特点 叫什么 相互谩骂 这样你才能抬高自己 扩大影响力 好 相互谩骂 有没有发现 今天在互联网上 也很多 人肉搜索 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如果在这个之外 我们也会看到 今天的互联网上 也有大量的 这种相互的谩骂 甚至有些 非常像文革时代的 大字报 所以现在也有些学者 提出 其实网络大字报 绝对不要小看 它对一个社会 道德的摧毁 对一个社会 一个个体的摧毁 乃至对一个社会 整体价值观 和整体社会结构的摧毁 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 我们其实可以想象一下 传播学 它的兴起 在那个时代的时候 是有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 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特别要关注传播 这个时代的背景 并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 对吧 我们再仔细想想 我们在座的同学 你们身边所处的这个环境 我们媒介体制跟美国不一样 但是中国的媒介商业化的程度 并不低 对吧 娱乐化的程度也不低 而在我们这个环境下 其实我们不能说 我们有黄色新闻 但是我们小暴化倾向很厉害 对不对 所以其实一个社会的这种媒体发展 它的这种正面的也好 负面的也好 你经常会发现 它有很多共通性 这是这个媒体 或者传媒这个行业 或者传媒这样一个事物 在一个社会当中的 一个普遍性的一种规律 所以既然会在西方国家出现的情况 肯定我们中国也会面临到 好 这是我们讲的其他的 有这么几个背景 一些当时的传播学产生的 这样的一些政治背景 经济背景和一些社会背景 当然一个学科要想形成 光有那个时代的这些条件 仅有这些条件还不具备 其实还要具备一些 学科的完善和成熟 就是它的依存学科 或者它的支撑学科的完善和成熟 传播学才能兴起 进入到上个世纪初业的时候 其实你们也都知道 作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 工业社会基本也都即将结束 应该说进入到上个世纪的中业的时候 工业社会可以说是宣告结束 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后工业时代 所以进入到上个世纪初业的时候 工业社会结束 伴随工业时代而出现的 所有的这些科学 我先跟大家说一点 科学这个概念本身 就是工业时代的产物 什么呢 工业时代的产物 工业时代有个很大的特点 叫什么呢 叫社会分工 社会要细化 所以这个科学这个词很有意思 叫一科一科的学问 对吧 一科学问什么意思 就是应对一个社会分工的 对吧 有机械我就研究机械学 有电子我就研究电子学 有医我要研究医学 医里面有分很多 对吧 口腔 什么外科 都是一科一科的 其实工业时代给人带来的一个影响 或者叫科学时代给人带来影响 就是启蒙运动以后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影响 就是使着整个的社会 越加还原化和细分化 但是其实到了后工业时代的时候 大家非常强调融合和系统 对吧 没有融合和系统就不可能出现系统论 不可能出现卫星上天 不可能出现宇航飞机 这是不可能出现的 所以上个世纪初业的时候 随着这个工业时代发展到后期 人类的所谓的科学体系也越来越成熟 那么对于传播学支撑最有利的几个学科 比方说像政治学 心理学 社会学 还有语言学 还有后来兴起的 所谓到了中叶以后 到了四十年代兴起的 我们通常称之为控制论 信息论和系统论 这个其实代表了后工业时代的一些主导科学 逐步在兴起以后 对整个传播学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这个在这我们就不详细讲了 接下来 下来以后同学们可以去看书 那么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传播学是在一个什么背景下产生的 那么这个地方我讲的内容比较多 就是传播学在兴起的一个社会背景 我讲的比较详细 其实我的一个期待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学 再反观一下中国社会 好 我们其实我期待的是 我们看传播学之所以在美国那个社会产生 是有那样的原因的 我们期待是反观一下中国现在这个社会的政治 经济 社会的文化 以及文化的变迁 会给我们这个社会里面的传播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我更希望的关注的是 这同学们关注了你当下的 眼前的这些问题和长远的这些问题 比方我刚才说的 我们的互联网发展是不是健康和正常的 我们的媒体是不是过度商业化的 我们的媒体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干预 是不是到位的 我们的媒体在社会的动员的 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 是不是总有正面的 是不是也有负面的 对吧 我们是不是媒体很多时候扮演的 并不是我们期待的角色 对不对 或者我们期待的角色 它并没有去扮演出来 所以我想这些问题其实是我讲 第二个问题的时候 我特别期待在座同学 你们能去想的 好 第三个问题 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作为传播学 它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呢 也是除了它的政治社会原因 除了它的学术原因以外 也有主要还有一批早期的贡献者 这批贡献者最为主要的就是 研究从他自己学科背景 去研究传播现象的这批学者 好 在这儿呢 我简单跟大家介绍几位 首先介绍我们通常称之为 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 好 这四大奠基人呢 是 一般来说呢 是叫 这个哈罗德拉斯维尔 这个是政治学家 然后呢 还有社会学家 还有心理学家 那么在美国的这个 新闻学和传播学 形成的这个过程之中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后来称之为新闻学家 其实他是美国的一个政论家 他本身是从搞政论出生的 后来非常有名的一本著作 他的政论在美国的历史上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后来他把他自己的 在写政论的实践 对社会生活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力 的整个这个经验 最后形成了一本书叫舆论学之后 他在学术圈的地位和社会圈的地位 就更进一步的奠定 这个人呢 叫沃尔特·里普曼 同学们下来以后建议大家可以翻一翻 或者看一看他的这个舆论学 那么除了这个人之外 真正给传播学奠基 起到根本性作用的 是主要这样四位学者 一位是美国的政治学家 哈罗德·拉斯维尔 他是在美国当时做政治学研究 非常有名的学者 那么我们当时的北京的燕京大学 曾经在四十年代的时候 也请他过来做过讲座 那么他主要研究什么 他就研究政治宣传 他就研究一战期间打仗的时候 不管敌手还是对手 他们如何进行政治宣传的 相互之间或者自我之间 如何进行政治宣传的 他最后把他的这个著作出版 在美国的这个政治学历史上 产生很积极的这种影响 从那以后呢 政治学里面专门有一个学派 去研究政治沟通和政治传播 或者叫政治宣传 从宣传起家 那么他最主要的几个贡献是 主要是关注在政治传播 或者叫政治宣传的一些技巧 从这个角度去关注的 那么再一位对于传播学贡献 比较大的就是这个叫 社会学家 其实更多的也算做一个 实证社会学家 那么他更多的关注 这个学者呢 是拉扎斯菲尔德这个人呢 他本身更多的是做一种实证调查 比较关注的是做一些 比方说当时研究 他受当时芝加哥学派的影响 是非常厉害的 去研究一些劳工问题 但他本人不去研究这个 他本人更多的 后来关注的是 美国总统的这个竞选 因为他其实更多的关注的是 老百姓在决定自己决策的过程之中 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所以他最后选取的是 美国总统竞选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 要做决策的环节 那么人在这个典型的决策环节之中 受哪些因素影响 他有他的研究方法 他做的研究方法 他使用的研究方法 就这种实证的研究方法 和他的研究成果 对于社会学的影响 其实原来要大于对传播学的影响 那么在美国的这个社会学界 它是非常有地位的 后来还有一个学者叫实验心理学家 叫库尔特卢因 那么他其实多少是受一点 这个奥地利和德国的这个 传统的心理学研究的影响 那么他更多的关注的什么呢 更多的关注人的行为 个体行为 是如何受到他外部因素 特别是他生存的这个群体 对他影响的 其实我们在座各位都知道 每个人都是社会动物 我们经常有一个概念 叫从众行为 你动不动都会随大溜 就是典型的从众行为 你爱看甄嬛传 现在这个满社会都是看甄嬛传的 那么其实多少也有点从众行为 那么这种从众行为 为什么会产生 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厂里 这个厂就是他提出一个概念 这个厂实际上就是你身边的所有的人 就是我刚才问这位同学 他是怎么向他身边的人 去推广这个电视剧的 你身边的人多少会受到你的影响 所以其实每个人生存的厂 都会对自己产生影响 那这个过程 产生影响的过程 就是一个信息沟通的过程 所以库尔特卢因这个人 更多的关注的是这样一个人 库尔特卢因在不同的学派里面 翻译是不一样的 在心理学里面 基本上是把它翻成乐温 其实他更普遍的 在中国的翻译是叫乐温 另外一个社会心理学家 叫做卡尔霍夫兰 他主要是做 一个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态度 是如何形成的 形成以后有没有可能改变 比方说 我第一面见这个人 我就不喜欢他 我就形成了先入为主的一个印象 但这种印象能不能改变 那么他主要是去研究这样一个过程 他研究这个过程 更多关注的是在二战期间 他以什么为案例 以士兵和士兵的家属为案例 那么特别的关注什么呢 这些士兵他院面上战场去打仗 他通过看宣传材料 做打仗的这种动员的宣传片 或者说看动员的宣传画册 对这些士兵的态度 有没有可能发生一种改变 所以他的研究 后来形成了巨著型的 这种态度改变的这种著作 基本上四十年代开始研究 一直他的著作不断地出版了将近二十年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成果不断地出现 但是他的这个研究 到了后期 很多学者追随的并不是太多 一个主要的原因在哪呢 因为他做的更多的是在可控状态下的 所谓的实验心理研究 那这样的话就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因为人是生活在真实环境下的 不是把你关在这个蓝屋子里的 对吧 所以每个人受到的客观外界的影响因素 是非常多的 尤其我再说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在今天这个社会 你们受到的因素太多了 不是不仅是老师家长亲戚朋友 你们也不只是广播电视报纸杂志 你们可能受到的影响 更大的是手机和互联网 所以这个外界干扰因素非常多 所以使得这样的一个学派 这样的一个流派的研究方法 就受到了质疑 所以很多人呢 现在到了后期学者 不是太关注他的研究成果 或者继续他的研究成果 那么真正把前面这些学者的 相关研究聚合到一起 或者说把前面的这些学者的研究 给集成起来的一个人 就是叫施拉姆这个人 这个人呢 其实早期是学新闻出身的 后来他就做了很长时间的新闻从业者 但是后来呢 他自己又回到大学当老师 那么他把前面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 汇集成为不同的一些观点 把它集纳起来 最后呢 我们后来基本上都把它称之为 传播学的创始人 其实他并不是形成这个传播学体系的人 他只是更多的是把传播学已有的学者和自己的研究集合到一起的 当然他相当于给大家设计了一个粗略的一个传播学的框架图 所以后所有后来的学者不断的在他这个基础上补充完善 所以才形成今天这样一个非常庞杂的一个传播学的一个体系 那么当然除了我们刚才说了美国的传播学是诞生在美国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传播学在美国形成以后也迅速在世界各个国家传播开 因为随着社会的进程 你像到了50年代以后 像东亚的一些国家像日本 你像西欧的一些国家都逐步的进入到所谓的后工业时代 完成了自己的工业化进程 所以那些国家也逐步的开始在关注这些问题 所以在不同的国家就形成了不同的传播学的流派 那么这个流派如果要详细的划分的话 基本上有这样一些 像美国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受芝加哥学派影响非常严重的 美国的这种传播学派有一大分支 都是受芝加哥学派延续下来的影响 当然除此以外 还有在欧洲兴起的 像西方马克思主义背景下诞生出来的 像法兰克夫学派 还有像后来的文化研究学派 一直到了加拿大 以这个传播与社会形态变迁 这样的一种关系研究的多伦多学派等等 还有在美国西部一个比较小的 但是后来已经开始到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才开始引起人关注的这种 帕洛阿尔特学派的研究 那么这些学派都是在传播学 整个大框架体系里面 各种各样的学说 逐步在分支出去的一个过程 但是一般来说 为了把传播学做一个更简单梳理的话 会把传播学分两大学派 基本上以北美为代表的 通常称之为传统学派或者叫行政学派 那么如果说 这个以欧洲特别是以西欧为代表的 通常称之为批判学派 如果我们简单的来把它做一个划分 简单来划分的话 这是比较简单化的划分 大家可以看投影上的标示 其实两个学派之间还是多少有一点点差异 我们看传统学派它发源于美国 而且它基本上是以 它的价值体系是以认定既有的 就是合理的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下 来研究这个传播的 所以他们更多的关注的什么 关注的中观以下的问题 因为他不认为宏观的东西有问题 宏观的都是既有的 既有的是合理的 所谓宏观什么意思 就是他认为美国的这一套社会制度 和这一套传播制度是合理的 只是在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 在运行上的时候可能有些问题 所以才会出现对效果的关注 效果关注不是很务实吗 对吧 受众的研究 对媒体的研究 对吧 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关注 实际问题的 那么这些最后就 就迫使得 就使得它的研究方法更多的关注 就是用定量的办法去研究 比方说 研究有多少收听率收视率 发行量 更多的是从这个角度去研究 而在欧洲为代表的这批传播学家 基本上更多的是 延续了欧洲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传统 什么呢 更多的关注文化 更多的关注制度 更多的关注意识形态 价值观 所以这个就形成了 他们关注的点 更多的停留在宏观层面 停留在对制度层面 文化层面 和社会结构这个层面的一种关注 所以这些学者更多的喜欢用的是 定性的研究方法 也更多的是从 比方说符号学 意识形态分析 包括从人类学的角度 去关注它 所以一般人来区分 欧美的传播学的时候 基本上也喜欢说 那边更多的是应用 这边更多的是抽象和理论 所以也孰是孰非 这个没有固定的答案 其实每一种学派 每一种研究 都有它自己非常合理的地方 也都有它自己存在的一些问题 所以从我们中国传播学的 发展的角度来说 我们倒期待的 我们国家的传播学研究 应该是多方吸纳经验的 其实中国现阶段 是需要解决微观问题 中观问题 但中国现在更需要解决的 我个人观点 其实反而是个顶层设计 就是我们整个的宏观的问题 你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的互联网 对吧 我们整个传媒的运行的 一种模式和方式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 所以到这儿 我们就把整个传播学的 基本的 传播学到底是什么 传播学它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 那么传播学是主要 有哪些的流派和学者 我们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么在这儿 我推荐大家看几本书 在结束之前 给大家推荐几本书 一个是 这个美国学者写的一本书 叫传播学史 这个是介绍传播学非常详细的一本著作 再一个我们建议 大家可以看一本书 这个叫传播学的批判研究 这个是从美国以外的思路 来看传播学的研究的 还有一个法国学者 叫阿蒙玛特拉 这是法国最具代表性的 一个传播学家之一 那么他写的传播学的简史 这几本书看完了以后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会对传播学 在整个形成 以及后来发展历史的一个大的脉络图 或者叫学术地图 会有一个比较全面而客观的人士 而不要简简单单的局限在美国 或者说中国的历史上 最后再留两道思考题 一个是 我想特别问一下 传播学为什么会在二世纪的美国诞生 既不是在欧洲 又不是在中国 其实这个问题前面我已经回答了 多少已经回答了 它更多是跟社会的一个发展形态 是跟一个传播业的一个发展的阶段 都密切相关的 那这个反思我们今天 又会有什么样的价值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中国社会 貌似工业革命也都差不多了 有很多发达地区像北京 我们通常称之为北上广 已经可以说进入到一个后工业时代 可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传播研究也好 传播液态也好 是不是真正迈入到了后工业时代 好 再一个呢 就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传播学派 传播学里面的传统学派 批判学派 在思考传播现象的时候 他们的思考的角度 背景 所使用的方法和立足的价值体系 会有什么不同 好 这两个问题呢 在这儿提出来 留给同学们课下去思考 我们这节课呢 也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